男人名叫内风 他马上就要和自己的未婚妻光子结为正式的夫妻了 可就在两人你浓我浓的时候 公司却安排了内风前往泰国曼谷出差干活 注重事业的内风 只好先把两人结婚的事情放一放 跟光子约好 等他事业有成了会光鲜亮丽的回来娶他为妻 就这样 内风前往泰国曼谷任命上岗 而光子则默默地守在家等着他归来 到了新环境的内风 坐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 第一件事啊 就是先把自己的未婚妻照片摆在了桌子上 就算跟自己心爱的人处在不同的国家 无法每日的相见 但是这样的话 可以让自己在想念的时候 抬头就能看到自己想要看到的人 公司的同事看到桌子上的照片也都围了过来 纷纷夸着他的未婚妻长得真漂亮 而内风却说长得一般 没有你们说的那么夸张 虽然他的嘴上这么说 但是脸上已经露出了幸福的笑容 让人看到都会不自觉地感到有些羡慕 同事们也为了欢迎新同事的到来 专门带着内风去酒吧 为他接风洗尘 在酒吧里也都调侃着他 铁下未婚妻独自一人跑出来干活 漫长的时间也不知道能不能忍耐得住 而内风一脸正经地告诉他们 说完脸上又露出了甜美幸福的笑容 同事大力这时说道 等会儿啊会有一个美女过来 正是他现在追求的女人 还边说边用手笔话 那位美女长得如何如何漂亮 身材是多么苗条 匀称 一脸猥琐的表情 就在他跟大伙详细描述的时候 他口中的那位美女 也已经悄然地站在了他的背后 众人看到美女的容颜和身材 都显得激动不已 心欢怒放 眼睛都看得拔不开了 大力更是心喜得不知所措 连美女叫什么名字 都忘了给大伙介绍了 还是在同事的提醒下 才匆忙地介绍到 美女的名字叫做踏子 踏子并没有和旁边的人多说些什么 只是用着深意的眼神 看了对面的那封一眼 觉得他跟别人都不一样 好像自己在他的眼前并没有吸引力 但踏子不知道的是 那封也只是在强装镇定 他的眼睛瞪得比谁都大 飘忽的眼神也早已出卖了他 两人时不时地私目交汇 多少让人看得有些暧昧 但那封还是强忍着提醒自己 他是有未婚妻的 不能有任何的非分之想 酒吧初见的时光总是短暂的 可在踏子的心里 却被初次见面的那封 给深深地吸引住了 而无法自拔 这天公司举办活动 那封他们要跟别的公司打棒球比赛 踏子从大力的口中得知了这件事情 也专门赶过来看那封的比赛 哪不想 上场的那封自然也看到了 坐在观众席上的踏子 在踏子的注视下 那封也非常的认真 趋于待发 就等着发过球来 然后在踏子的目光下 打出个拳雷打 让他崇拜自己 果然 自带主角光环 棒球啊 都直接打出场外了 球场上的人 甚至连球都没有看到 仰望着天空 寻找棒球的足迹 过了好一会儿 才发现 棒球滚落在了场外 得瑟的那封啊 还围着场地跑了一圈 踏子看着这个男人 眼睛都直了 仿佛那封 是在向他跑来似的 他捡起那封打出的棒球 来到他的出租屋里 听到敲门声 那封也没有多想 直接打开门 让他没想到的是 开门看到的 居然是踏子 两人四目相对 并没有说什么话 而是踏子 就跟挑逗似的 把球扔进了屋里 在内封去捡球的时候 踏子也进了屋里 可接下来的一幕 却让内封 感到热血沸腾 踏子背着刺眼的阳光 面对着内封 用手慢慢地 撩起自己的裙子 这让内封看得呀 直眼口水 眼睛都拔不开了 没想到这个女人 居然这么大胆 吓得她呀 汗都流了下来 而下一刻 内封也迈出了脚步 走到了踏子的跟前 此时的她 已经无法控制住 自己的欲望 将自己的未婚妻 抛于脑后 尽情地跟踏子 拥吻在一起 做着苟且之事 这不看入目的场景 也都让人看得 无法直视 不能接受 内封的行为 无疑是违背了 当初所说的话 忍耐 但面对这种情况下 又有哪个男人 能真正地 顶住这样的诱惑 把自己的欲望 扼杀在摇篮里呢 之后 两人的关系 也是愈发不可收拾 走得越来越近 就连在上班时间 踏子都会直接打电话 到内封的公司里 约他到一家 高级的酒店里见面 等内封来到 约定好的房间门口时 他看见 房门是微开的状态 再三思索下 还是推门 走了进去 而此时的踏子 穿着睡衣 坐在梳妆台前打扮着 就等着内封 过来跟他春宵一课 两人也彼此 得到了满足 内封的理智 一次次地 被欲望所吞噬 让他对眼前的 这个女人 无法抵抗 两人每天缠在一起 基本上显影不离 一起逛街 一起坐船 一起说话 就连 在坐在三轮车上 都毫不避讳地接吻 嬉闹 这天 两人在路上逛街 一辆奔驰跑车 深深地 吸引住了内封 他感觉 这车简直酷毙了 开上的话 肯定很拉风 内封啊 也是个车迷 他不是光觉得车帅 还能说出 车子是什么型号的 什么配置 车子 还有哪些的性能 简直是喜欢的不行啊 也就在研究的时候 车主 正好走了过来 这让内封 感到不由地尴尬 只能失落地 离开了 而这一切 也都让踏子 看在眼里 第二天 踏子就买了一辆 一模一样的车子 来到了内封的楼下 内封看到眼前的车子 都不敢相信 他居然 可以开上这样的跑车 对于现在的他来说 那确实是天方夜谭 这踏子啊 不光人长得漂亮出众 居然还是个富婆 两人开敞篷跑车 肆无忌惮地 在路上奔驰着 迎面而来的清风 让两人也是开怀大笑 大声地呐喊 两人的交往 就好像是真的一对 安爱的夫妻一样 可这些 都是虚无缥缈的 是梦 总会有醒来的一天 到了晚上 内封依然 还要回到自己破旧的出租屋里 也就在这天晚上 内封刚走到楼道里 就听到了 自己屋里的电话声 他赶忙地冲进屋子 进门的时候 还不慎摔了一跤 原来啊 这个电话 正是他的未婚妻 光子打来的 这是他们之前都说好的 每天晚上 到时间 都要通一回电话 上次就没有接到 这次再没接到的话 势必会让光子多想 可这次通话 还是让光子发现了不对 对内封产生了怀疑 因为由于紧张 再加上啊 刚才跑的 也有一些气喘吁吁的 讲起话来 也是喘着大气 最关键的是 长时间地跟踏子在一起 让他在通话中 也不慎说错了名字 把光子的名字 叫成了踏子 而这次通话 主要是光子告诉内封 他的叔叔和阿姨 到了曼谷游玩 希望内封啊 可以替他好好地招待一下 内封听后 也随即答应了下来 第二天 内封便热情地接待了他们 心存极度的踏子也跟了过来 他在一旁搔手弄姿地 展示着性感 吸引着两位老人的目光 内封也被他吸引得 心仰难耐 跟两位长辈用完餐后 他也迫不及待地 领着踏子 来到客房发泄了一番 之后 踏子就换起了衣服 要跟内封一起参加晚会 可最后那件超性感 超裸露的衣服 让内封萌生了醋意 他接受不了 跟自己有关系的女人 穿这么暴露 但踏子 却不听内封的意见 执意要穿这件 除非说你爱我 这让内封突然想到 两人之间是不可能 有结果的 本来也只是肉体上的满足 最后啊 还是要跟自己未婚妻结婚的 想到这里 内封便起身离开了 没有理会踏子 踏子见内封生气 也就换下 刚才那套裸露的衣服 换上一套颜色鲜艳 又不是端庄的衣服 但他走出来 却是静止地走到 大力的身边 对他投怀送抱的 踏子的这个举动 就是要故意气内封的 大力对踏子的投怀送抱 感到非常的惊讶 以为踏子是对他有意思 却不知道 自己只是别人的 利用工具而已 自己的幻想 也早已成为了 自己兄弟的枕边人了 内封健壮便起身离开 他想要结束 两个人之间的关系 毕竟 他们只是肉体之欢 等他回去啊 还是要取光子的 踏子也随后跟了出来 看见内封要跟自己 结束关系 便向内封撒娇 逗他开心 内封说什么话 他就学什么话 内封看见踏子 向自己撒娇 也不由地笑了起来 然后 两人又拥吻了起来 而这一切 正好被大力 给看见了 这时 大力认为 踏子就是个随便的女人 是谁都可以 跟他发生关系 可这让内封听到后 不由地有些恼火 他为了维护踏子 便出手打了大力 倒在地上的大力 向内封说道 听到这句话后 内封也感到 自己做得不对 让他想起了 自己的未婚妻 既然明知道 跟踏子不可能有未来 却还一直跟他 有着不清不楚的关系 还背叛爱情 背叛了友情 恢复理智的他 没有理会踏子 独自一人离开了 在回去的路上 他来到电话亭 跟他的未婚妻 打了电话 嘘寒问暖了一番 说两天之后 给他回电话 我想这时 内封也做出了 要跟踏子 一刀两断的决定 这天 踏子邀请内封 来到一家高级餐厅用餐 内封也随即答应了下来 他也想趁这个机会 把他们两人的关系 做个结束 可刚到那里 踏子将自己的秘密 告诉了内封 这也是踏子第一次 将自己的私事 告诉了他 对面那个男人 就是他的前夫 但是 他的前夫 因为一个年轻漂亮的女人 而抛弃了他 内封看见他 伤心难过的样子 也不好 现在挑明事情 他再一次的心软 给了他安慰 之后 把他送回房间 这一次 他控制住了自己的欲望 他决定 从这场 情爱游戏中彻底脱身 这天 正当踏子满心欢喜地 试着新衣服时 内封的未婚妻光子 却找上了门来 两人散步坐船时 还一起照了一张合照 然后 两人又回到了屋里 光子向踏子 讲述了内封父母的事情 还质问着 内封 跟你说过我爱你吗 哪怕一次都行 踏子听后 顿了一下 手上的动作 也出卖了自己 细想之后 内封确实没有 向自己说过我爱你 哪怕一次都没有 接着 光子又告诉踏子 自己下个月就要和内封结婚了 请他在结婚后 永远地在内封的世界里消失 光子没有带来任何一句 对他的斥责 可每一字就像利剑一样 精准地刺向了踏子的痛处 到了晚上 踏子把愤怒 全部撒到了内封的身上 两人也终于走到了最后一步 踏子决定 要离开曼谷前往纽约 他到最后 也没有听到内封的那一句 我爱你 等踏子离开后 内封也强装不下去了 痛苦地哭了起来 如果没有光子的存在 也许 两人真的走在一起 踏子走了 光子 这时迎了上来 看见痛哭的内封 光子连忙询问 内封却只是说 没事 不要问了 时光流逝 转眼 已是25年后 内封和光子 已经过着 简单而又平静的生活 他被公司 再次派往了曼谷 而订的酒店 也是当初 他跟踏子邂逅的酒店 光子见到后 别有深意地说道 曼谷应该变了很多吧 而内封并不知道 光子已经知道 他跟踏子之间的事情了 漫长的旅途 当内封再次来到酒店时 他又见到了 朝思暮想的踏子 此时的踏子 已经是酒店的 VIP客户经理了 穿着职业装的他 好似变了一个人一样 没有以前的光鲜亮丽 朝风引蝶的光影 还是那个熟悉的房间里 两人互诉着 这些年对彼此的思念 或许是时间的推移 岁月的流逝 让两人没有了 当初的那种激情 在用餐时 两人更像是 多年未见的好友一样 工作结束的内封 准备起身返回东京 尽管他和踏子都先有不舍 但最终还是选择了 不再打扰 回到东京的内封 发现自己还是放不下踏子 这些年 他为了工作 为了家庭 放弃了一切 他现在 想要为自己 重新再活一次 所以 他再次选择前往曼谷 弥补自己的遗憾 可就在他上电梯的时候 内封的脸上 露出了久违的微笑 可抬头 便看见了 光子在上面等着自己 他又立马收起了微笑 变回了那副扑克脸 原来 光子在这里等着他 是为了送给他 他们两个人的 结婚纪念日礼物 是他 给内封写的诗集 内封接过之后 犹豫了几秒 可还是 什么也没说 选择了离开 到了飞机上 他打开了光子 送给他的礼物 发现 里面夹着一张照片 原来 是当初 光子去曼谷 找榻子的时候 拍的那张 这时 内封才发现 原来光子 早就知道了 他们两个人的事情 可他又有些纳闷 为什么当初发现了 他却什么也没说 时隔这么多年 也一点没有透露过 也许 光子是真的很爱内封 怕早些把事情挑明了 也会早些离自己而去吧 但此时的他 也不愿去想那么多了 只想遵从自己的内心 内封来到曼谷 他找了榻子 他告诉榻子 想要和他重新来过 可榻子却告诉他 不要再傻了 你已经是有家庭的人了 还是回到妻子的身边 好好的生活 但在内封的百般坚持下 榻子最后 还是同意和他举行一场 只有两个人的婚礼 第二天 内封整理好自己的妆容 还买了一辆 当初 榻子送给他的同款跑车 可当内封 再来到酒店的时候 却没见榻子的人影 只有一个棒球 放在床上 这时 女仆告诉他 一个不幸的消息 榻子 已经去世了 原来 榻子当初 跟内封离开没多久后 便患上了癌症 他这么多年 一直坚持吃着药 来维持自己的生命 他知道 内封一定会 再回来找他的 所以 他一直坚持到了现在 当希望再次变成失望 那风崩溃了 他独自开着跑车 在多年前那条小路上 狂奔着 这时 他的脑海里 想起了 榻子的笑容 和他们 在一起的一幕幕 顿时 让他悲痛欲绝 他把车子 停在了交叉路口上 朝天呐喊 来释放自己内心的悲痛 到最后 他又回到了东京 独自坐在办公室里 对着玻璃上 榻子的幻象 说道 曾经你最想 从我的口中 听到那三个字 我没有对你说 我现在想对你说时 你却先走了 然后 不停地说道 这让我看到最后 都不免地 感到有些惋惜 有些伤感 故事到这里 也就结束了 《再见总有一天》 上映于2010年 是一部日本的 剧情爱情片 该影片 是由日本著名演员 中山美慧 和西岛俊秀主演的 是由韩国著名导演 李宰汉 根据 《十人城》的恋爱小说 进行改编而拍摄的 《再见总有一天》 就像是 没有永远的幸福 也没有永远的不幸 《总有一天》 我们都要说再见 但 《总有一天》 我们还会再次相见